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震撼性的消息 近4亿人查看了乔拜登宣布结束竞选的帖子 拜登在他的官方X页面上发布声明 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 并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为他的接班人 该声明迅速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数以亿计的查看次数和数十万的转发与点赞 哈里斯也迅速响应 感谢拜登并宣布他的竞选活动 他的社交媒体账户迅速积累粉丝 展示了他和拜登之间的竞选相似性 并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重磅新闻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结束他的连任竞选 这一消息的来源是独立报 该报以无偏见基于事实的报道而著称 致力于追究权力的责任并揭露真相 在拜登宣布这一决定不到48小时 几乎4亿人涌入查看他的官方声明 总统选择通过他的官方X页面公布这一消息 声明中他提到在他任职期间 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荣誉 虽然他有意继续竞选 但最终为了国家利益 他决定退出竞选 该声明于周日下午2点前发布 截至周一晚上8点 这一帖子已经被查看了3.963亿次 获得了近100万次喜欢 并被转发超过35万1千次 紧接着 在随后的一个帖子中 拜登正式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接替他的党内提名 这个帖子在周一晚上8点前 已被查看了1.091亿次 哈里斯在他自己的帖子中 感谢拜登的非凡领导 并表示他荣幸接受他的支持 这个帖子获得了超过2300万次查看 63.8万次喜欢和8.6万次转发 目前哈里斯在X平台上有2010万粉丝 而拜登则有3830万粉丝 在拜登宣布后不久 名为卡玛拉总部的新社交媒体账户 在各大平台上迅速涌现 截至周一晚上 卡玛拉总部X账户已有93万2500名粉丝 该账户于周日晚10点30分发布的 介绍性消息写道 欢迎来到卡玛拉总部 这是副总统哈里斯 总统竞选的官方快速反应页面 截至周一晚上 该帖子已被查看了1110万次 获得了147000次喜爱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迅速利用社交媒体渠道 吸引年轻选民 发布了许多关于他和拜登竞选活动的 维恩图 夏季坏小子 和副总统的病毒性语录的谜音 以迎合C世代的幽默感 X账户上发布的一个维恩图的帖子 说明了他和拜登竞选活动之间的相似之处 这是对哈里斯对维恩图风格的热爱的一种致敬 首先 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看 拜登的宣布 无疑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反响 近四一次的查看量表明 公众对这一决定的高度关注 拜登作为美国总统 其每一个决策 都不仅影响国内政治格局 也对全球局势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 他宣布退出竞选 对于全球政治动态的影响不可小觑 其次 从政治战略的角度来看 拜登的退出为哈里斯铺平了道路 拜登选择 支持哈里斯接替他的党内提名 无疑是一次高明的政治战略 哈里斯作为现任副总统 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影响力 他的竞选团队迅速行动 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年轻选民 展示了出色的策略执行力 这一系列操作 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党的内部团结 也为哈里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从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角度来看 这次事件也展示了现代社交媒体 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力量 拜登和哈里斯的声明 通过X平台迅速传播 触及到了数亿网民 哈里斯竞选团队 利用民音和病毒性内容吸引C世代选民 体现了对新媒体使用的敏锐 洞察力和灵活应对能力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 现代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战场 掌握这一工具的政客 无疑在竞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 哈里斯竞选团队的迅速反应 也表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无论是迅速建立卡马拉总部的社交媒体账户 还是发布与年轻人文化紧密贴合的内容 都显示了他们期待这种时刻已久 哈里斯团队的快速反应和高效执行 将是他竞选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来看 拜登的决定也引发了对领导力和继任问题的讨论 他承认自己在任期间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为了国家的未来 他选择让嫌 这种举动展示了一种无私的领导风范 为其他政界人物树立了榜样 领导者的真正价值 不仅在于他们在位期间的成就 还在于他们能否在合适的时刻做出 对国家最有利的决定 总的来说 拜登宣布结束竞选的消息 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决定不仅关乎个人荣誉和政治生涯 更关乎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 哈里斯作为接班人 展示了出色的政治战略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力 为未来的竞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重要事件的进展 并为您带来更多深入分析和独家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3年10月 乔·拜登宣布结束他的总统连任竞选的消息 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全球网民的广泛关注 拜登在其官方X 原称Twitter的页面上发布了这一声明 表达了他在任期间的荣幸和对国家的考量 并宣布退出竞选 此消息发布于周日下午2点 不到48小时内就收获了近4一次的查看量 显示了极高的热度和关注度 拜登的声明不仅得到了网民的积极互动 还获得了近100万次的喜欢和超过35万1000次的转发 反映了社交媒体上的强大影响力 在随后的一篇帖子中 他正是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接替他的党内提名 这则帖子也迅速吸引了1.091亿次查看 卡马拉·哈里斯同样在他的X账户上表示 感谢拜登的非凡领导 并接受了他的支持 他的帖子获得了超过2300万字查看 63.8万字喜欢和8.6万字转发 拜登和哈里斯在X平台上的巨大粉丝基数 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帖子在网络上的传播 拜登拥有3830万粉丝 而哈里斯则有2010万 在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很快出现了一个名为卡马拉总部的新社交媒体账户 旨在支持哈里斯的总统竞选 该账户迅速吸引大量关注 截至周一晚上已有93万2500名粉丝 这个账户发布的一条介绍性消息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获得了1110万次查看和14万7千次喜欢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迅速利用社交媒体 吸引年轻选民 特别是C世代 该团队发布了各种谜音和病毒性内容 包括维恩图 Van Diagram的帖子 以讨好拥有独特幽默感的年轻粉丝群体 这一事件显示了现代政治中 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 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 迅速传播信息和吸引支持 拜登和哈里斯的社交媒体策略 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曝光度 也为他们在竞选活动中的互动 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次拜登宣布退出竞选的消息 真是大爆炸呀 近似一人涌上网 这场面比泰坦尼克沉船还要震撼 这也证明了拜登 在全球持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他选择退下让位给卡玛拉哈里斯 这是一个无私伟大的决定啊 简直就像华盛顿不当皇帝一样英明 楚天书 你这个比喻也太夸张了吧 拜登的退位更像是皇帝退位让衔 然而这个皇帝在位期间也没多大成就啊 人们涌上网只不过是想看热闹 难道你不知道 网民的好奇心比爱因斯坦的想象力还要大 这可是现代版的罗马竞技场 大家就是来围观撕逼和吃瓜的 琪琪 你这样说可就不厚道了 拜登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领导力 他的刺激计划帮助了不少美国家庭 再加上他重返巴黎协定 这些都是他对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承诺 不要忘了他还推动了基础设施法案 这些都不是吃瓜群众能一笔带过的 楚天书 你说的那些成就 拜登也算老黄牛了吧 但你可别忘了 他也有不少黑历史 比如在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场面 那简直像是叠影重重的现场实拍 至于卡玛拉·哈里斯 他的支持率一向低迷 简直像是个维恩图笑话 他能否接过拜登的接力棒 还真是个大问号 好吧 琪琪 真是有一说一 卡玛拉确实面临挑战 但这恰恰显示了拜登的智慧 他给了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一个机会 这在美国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这不仅展示了民主党的包容性 也为下一代树立了榜样 这就像是奥巴马当年当选一样 具有历史意义 楚天书 你说的像是要把卡玛拉捧上神坛一样 问题是民众可不这么认为 根据最新的民调 卡玛拉的支持率连拜登的一半都不到 当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支持率不高的人身上 那可就像是把希望寄托在唐吉赫德的风车站上 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